请问打了疫苗后身体检验不出有抗体怎么办 如果没有抗体身体能够抵抗新冠病毒吗 如果说呢 请问赵飞博士 可不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RNA OK好 如果说呢你打了疫苗了以后呢 你没有抗体 这个应该是有两方面的 第一个 你有可能呢你本身 你就是一个抵抗能力很虚弱的一个人 所以呢你的免疫系统呢 它是没有反应的 第二个 你可能在使用一些比格列子来说 内固醇之类的一个药物 如果说呢 你有在使用一些内固醇的一个药物 或者是呢 在抑制你的免疫系统的一个药物 那么呢 你必须要去跟你的医生去商量一下 让医生呢 他必须要停这个药物 停个两个礼拜 然后呢 你再去打疫苗 那才会有效果的 如果说你没有使用这一类的药物 但是呢 你抵抗力没有起来 那你可以跟医生说 如果说允许的状况底下 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种类的一个疫苗给你 换另外一个种类的一个疫苗 有可能你的抵抗能力会受到刺激 然后它就会产生来抗体了 再来另外一点 有可能你再多加一针 它也有可能就会有抗体了 什么叫做RNA呢 RNA就是美国目前来说呢 比个例子来说 辉瑞 莫德纳 他们的一个疫苗 他们用的是叫做 mRNA的一个科技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疫苗 利用这个科技 我的免疫 它给你的一个抗体的反应 是非常强的 为什么原因呢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一个细胞 你的DNA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模板 所以这个模板 它会copy 叫做一个RNA RNA了以后呢 到我的细胞的一个ribosome 然后呢 它就会分泌出来 你的刺突蛋白 OK 所以呢 mRNA的科技 它是怎么样做的呢 第一点 我必须要先 声明一点 它不会改变你的基因的 OK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身体的细胞的一个模板 从DNA到RNA OK 我没有办法从RNA 返回去到DNA 所以的话呢 它不会改变你的基因 因为要改变你的基因 我们必须要改变在DNA OK 所以的话呢 你这个mRNA进去了以后 它里面有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的话 它会告诉你的细胞 怎么样制造刺突蛋白 OK 但是呢 刺突蛋白 是不是就是这个病毒呢 它并不是的 它只是制造这个病毒 上面的一些刺突蛋白而已 OK 意思呢 你就这样子跟它想一想 假设说这个病毒 你把它想象成为一个人的话 一个敌人的话 这个刺突蛋白就是说 哎 只有一个头而已 OK 它没有手脚的 那么呢 它制造出来的这个刺突蛋白 就是一个头 然后呢 出来了很多很多 OK 就是它利用你的细胞 你身体的一个细胞 我去制造出这个刺突蛋白出来 然后的话呢 我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反应会比较强烈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 它是一个活 就像一个活的东西 因为是我自己的一个细胞 我在制造这个刺突蛋白 但是你不用担心 它不会一直制造下去的 因为呢 我们在那个RNA里面呢 我们已经有信息告诉它 你只能够复制几次 然后你就没有用了 就死了 OK 所以呢 你的抵抗能力就会怎么样呢 哎呀 我看到了一个头 我就说分泌出抗体来抵抗这个头 OK 就是它的变 就是这个 它能够侵入到你细胞的 我们叫做一个刺突蛋白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抵抗能力出来了 OK 它就是说我事先 我给了你的抵抗能力 一个怎么样呢 无害的 很雷同这个病毒的 OK 这个病毒的某一个部分而已 让你的抵抗能力去认识它 然后呢 你就能够怎么样呢 你就下一次真的病毒进来了 你的抵抗能力 它有记忆力不说 它会认识它 所以呢 它就能够把它给毁灭掉